下面呢各位同学 第七节高原大国贺替和第八节 这个菲尼基紫色之国 菲尼基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还是他发达的商品经济 和他的海外殖民地 菲尼基人先于希腊人 在海外建立了大规模的殖民地 那么古代的海上马车夫就是菲尼基 菲尼基在当时的世界上 可以说最早建造了大规模的商船队 他们最早在地中海区域 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 那么以后呢古代世界的这个殖民地 主要是两类人建的 两种人两个民族建立的海外大规模的殖民地 一个呢是菲尼基 古代的菲尼基 一个呢是后来 也是古代的古希腊 公元前八到六世纪的古希腊人 在这个地中海世界建立大规模的这个殖民地 古代的这个海上殖民 与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个海外殖民 性质是不同的 有区别 区别在哪 我的看法是 这个古代世界的海外殖民呢 大多他的殖民的这个区域 都是一些荒凉的 这个渺人烟的那些海岸 他的这种殖民呢 都是啊 在一块蛮荒的土地上 创建新的家园 建立新的文明 而近代 资本主义的海外殖民 他有个区别 相比于古代 他都是在 业以存在的文明基础上 以强凌弱 在这个印第安人 黑人 原有文明的基础上 他们建立新的文明 建立什么新的文明 欧洲式的 欧式的这个文明 所以哥伦布发现 美洲新大陆 那仅仅是西方的一种话语权 从他说的 我发现 人家在那都活了好几千年了 甚至上万年了 印第安人 在这个三四万年前 就通过冰封的白令海峡 到美洲 人家在那生活多少万年了 用着你发现 对不对 不用用 根本用不着你发现 这就是一种话语权 这一种强权政治 中文章的文章的文章 中文章的文章之后 感谢观看